这锅里蒸的是什么 鲍鱼 这里是鲍鱼 这个是什么 鸡汤 乌鸡汤 这是油炸的 这个叫什么 脆皮肥肠 脆皮肥肠 这小家伙在干什么 鱼 没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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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廖给我们准备了10个菜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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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蛋 孙同学 哈啰 船长 哈啰 这个是三文鱼 这是金腔鱼 这也是金腔鱼 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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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猪排 阿廖在干什么 四所人生 我在想够不够吃的 够啊 几个菜 十个吧 八个菜两个汤 八个菜两个汤 应该够了吧 青菜有什么 青菜 没有青菜 那就 再够两个青菜就好了呗 现在几点了 看看 现在是四点二十 四点二十 咱们 四点 五点 五点可以吧 五点可以 五点 现在是三点 哦 哎 我这为什么 哦 对我忘播中了 我忘播中了 现在才三点二十 那咱们就四点半 四点半广播 好吧还有时间 那我们就准备两个凉菜得了 拌黄瓜 拌好了 拌白菜 做好了 这个 这是我们的年夜饭 大家听这个背景还是有噪音的 这个噪音呢 是来自于上方的空调出风孔 后边的聊天内容呢 也都有这种噪音 我尽量做一些降噪处理吧 请大家呢 不要介意 好在有字幕显示 到时不影响观看 弟兄们陆陆续续也都来了 我们的年夜饭也开始了 老渔民洪师傅等一下会过来这桌 来跟我们聊聊渔船的事情 这个渔船我也是外行啊 反正我跟他聊挺着挺有意思的 我们轮机长亲自为我们拆肘子 是吧 拆完主机的拆肘子 要不要 有让他们发表一下获奖感 给我留最小的一块就可以 这是我们大来海院的大来海大学优秀高材生 我这搞了点高凉 哎呀搞了得有 不少啊 有半两啊有吗差不多吧 25克左右 我这个妈喝不动了 喝票去 好好好 今天不但是过年 还有我们蔡小孩 蔡小孩同学提值 恭喜他 真心的恭喜你 这么年轻 好家伙年轻正常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可真不容易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比我强的这个人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台湾渔船 台湾渔船 有那种远远渔船是吧 他不是有那种维网 我看那个迪斯卡网上面有没有那种维网 我们那个是最辛苦的 嗯 那个颜船语调 超级的颜船语调 抓抓大木 大木语调 就抓这个是吧 那是最辛苦的 渔船也分很多种吧 比如说近阳的 远阳的 再更远阳的 但是那个钓鱼鱼的呢 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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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去到南美看到过 对 渔船尾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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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辛苦的 叫什么 渔船尾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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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辛苦的 当时在渔船上 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而且渔船都一年不进港了对吧 两年两年不进港 他商工是为了省经贵嘛 两年进一次港 两年进一次港 就是说那些渔民就在船上 一直带两年 所有的补给都是那些补给船上 对对对 所有的补给都是在外海 那你一洗澡怎么洗 还水呀 全部是海水 哪里都吹水 海水 是不是下雨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就赶快出去冲澡 下雨的时候就烧得糟了 你还是洗完身上不敞盐吗 很涩 不会 不会 很涩 你还是洗那个身上 黏糊 不会 奇怪了 不会 像我们洗海水澡 洗完之后 那肯定要淡水冲一首 要不然身上 最后也得拿淡水冲一遍 要不然你身上会长干了 咬一盆水毛巾拿来擦一擦 哎呦 我们实习的时候 那个游戏在海上 那个游戏要在那五天 诶 洗澡了 赶快 东西拿到 拿到甲板上 啊 不然你会拿到前面一坨雨 一坨雨 雨在那边 船头开始往那边追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开始抹黑道 所以我 靠雨走 哈哈 睡不到 哈哈 又会去洗海水 洗完的时候 点喷它 去淋水冲 咬个凉 可不得水 把毛巾开始擦 你不擦 难受吗 不擦我不习惯 对吧 一定不习惯 不过时间久了也就习惯 对啊对啊 那你时间就习惯了 也没办法 有些东西都没办法 是不是 就是迫不得已 可能这样 那雨船怎么办 雨船怎么办 雨船就让它雨船 那么快 雨船就让它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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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它雨船 刚上去的时候都是为雨船 但是 那团团团团就是讲过 雨船吃得吐 吐完你还要吃 必须吃得吐 雨船就好了 雨船就好了 对 一个礼拜 你要到那里 一个礼拜 对对对 你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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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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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 就是 刚学生毕业的时候 那老鬼啊 在机工室里 就是 配电盘后面放了披药 然后那个烙很大 那啤酒撒了 全是撒 那个啤酒 那个味道 再加上晃 我靠 那裤子都吐出来了 就趴在地上 然后 经过那一次之后 从来就没晕过 哦 真的 得练 就得锻炼出来 那我现在晕船就是没练出来 没练出来 你放十箱啤酒 从那打碎了 没有 明天一晕 自己把啤酒敲出来之后 倒到地上 你温 温完之后 绝对不会吐 不会再晕团了 反正我那时候也听说过 就是说你晕出来了 怎么都没吃 对 但你要晕不出来 像我这人 你不能说晕了 每次 我感觉不舒服了 你就回去躺吧 那就不行 那不行 你晕了 你得晕了 你得坚持 对对对 有几天就好 这老海道 这绝对老海道 这绝对老海道 那法院里说 那个身体都很好 对啊 那一两两年都 从来就没有什么感冒 从来不得病 没有 那这儿为什么呢 从来没有 身体很好 那这儿为什么呢 那身体很好 那身体很好 那后院那个 风气也好 对对对对 那后面 环境比较干净 进港很多人就感冒了 哦 只要一进港很多人就感冒 对 进港的时候就感冒了 因为环境太干净了 对对对对 你进港就是 你跑渔船跑了多少年 七八年吧 七八年吧 七八年啊 哇 那很多故事 对啊 对啊 以前那家里有小鱼团啊 后来就是 潮远洋的 到外面去潮远洋 台湾的那边有洋鱼团 好 中包都中包 那这不是难干的 那很辛苦啊 那我都在 渔船本来就是 对对对 那很累 对对 现在我们大陆 那个 潮远洋鱼团啊 就是跟早期以前 台湾的有洋鱼团 不过一样 以前我去潮远洋鱼团 就是 就是 就是存工资而已嘛 存工资而已嘛 然后 然后台湾的船员 他有那个 红利那些 我不知道 我们就是工资而已 现在 现在大陆的 沿洋鱼团就是 跟以前台湾一样 大陆的那个 船员也是分红利的 哦 现在不一样 对对 现在不一样 因为我们大陆 一直发展嘛 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 嗯 然后现在你看 台湾他 他 大陆的 大陆的 我们大陆的都不去 都去台湾 跑远洋鱼团 哎我听说 哎我听说 现在一个 远洋鱼团的船长 他不管他 远洋鱼团的船东是哪里 但是一个大陆的 远洋鱼团的船长 一定是 不能说一定吧 几乎是 百万以上年薪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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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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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概 算着您刚才说的 分红利大概有多少 红利 红利 我不知道 红利 但是我们的工资的话 工资的话 工资的话 差不多 几万块 一个月 一个月 几万块 一个普通水准 啊 工作的话 也是 跟我们 差不多 跟我們差不多 跟我們原來是一種差不多 對對對 差不多 然後他主要是一個紅利 主要是一個紅利 主要是一個紅利 那原來是一船沒有紅利 你看現在 以前我們大陸 經濟比較不發達 很多人都出去跑有兩船 現在我們大陸經濟發達了很早 現在台灣原來是一船的船 對 他們比較多 就少很多了 就是我們大陸自己的遠洋公司 出去之後照樣給船員分工禮 對 你補的魚越多 給你的錢越多 他們那個魚船應該還是一樣 這艘魚船出去等於我租給你船長 你補到魚先把船公司 就是魚船的開交是要扣除 對 剩下的你們再造船上的等級去封 去封鎖嗎 對 就是工資 工資和分貨那個 是兩回事 對 我看到那個Diskawa上面 台灣的維網魚船 他們沒有工資 帶提升機的那個 但是多少有一點基本 沒有 借薪水 去做家用 等到你收起 有收貨漁獲的時候再扣回來 先把開支扣掉 然後再按照等級去封鎖 對 有工頭資助的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屬於外籍勞工 那就是只拿資格 只有薪水 對啊 只有薪水沒有分紅 對 撈多撈少對你們應該去 對 魚撈掌 有個叫魚撈掌 對 對 對 他就負責找魚 對 對 他負責魚撈掌 那這個等級要 船長是他負責開船 團長只負責開船 團長只負責開船 魚撈掌負責找魚 魚撈掌收了船 對 對 所以說魚撈掌拿的錢 會比團長收了船 對 他這個制度是從日本過來的 日本 對 從日本過來的 日本的那個漁船 魚撈掌是最大的 哦 對 船長他只負責開船 因為是財油機 那魚撈掌 主要的任務就是 冷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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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冷凍要打 要足夠啊 那個魚撐底下 大撐底下的溫度 是0下60度 哇 呦 0下60度 對 他是那種羅杆的 羅杆的亞水 你那個魚貨要放冷凍 你那個溫度打不夠的話 人家來轉載啊 就是要先魚拿上去 是溫度啊 你溫度不夠的話 那一整船的那個 那個魚後 就全部睡掉了 人家不要 是於0下60度嗎 不會吧 他要打到0下60度 然後他 去測測溫度的時候 他有一個標準 就是不能低於 比如說0下55 或者53度 你低於這個溫度的話 人家全部不要了 那肯定是羅杆的 對 西船的問題長 他就是冷凍 這是最重要的 對 等兩秒 那個魚 我就被套 人家在哪 那這麼聽起來的話 漁船的環境 確實不怎麼好 但好像收入還可以 以後呢 我會經常找洪師傅多聊聊 大家要是想了解漁船 有什麼想知道的呢 就在評論區留言 我倒是總結一下 咱們帶著問題 向洪師傅去請教 那好 這期咱們就聊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觀看 和訂閱 下期再見